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月底小言相法院提起了诉讼 他说这之后接到过对方公司一位工作人员的电话 他当时说他工作失误 然后说跟我道个歉 然后说他的行为怎么跟公司没有关系什么的 之类的吧 可能他自己也没解决好语言 说的也挺凌乱的 就之前说是他的个人有可能失误什么的 然后后来我说那你现在跟我道歉 也是你的个人行为 你也不代表公司吗 然后他就说他又能代表公司 小言没有接受对方的道歉 并委托了浙江峰国律师事务所 公益法律服务中心的王旭山律师 作为自己的代理律师 就业促进法规定 劳动者就业 享有平等就业权和自主折业的权利 就业不受民族 种族 性别 宗教信仰等不同 受到歧视 我们注意到这里用了一个等字 那么应当包括了低于歧视 本案的这位小姑娘原告 她是河南人 应聘到被告公司 被告公司以她是河南人为由 不予录用 那么明显违反了上述的法律规定 侵犯了她的平等就业权 损了她的民事权益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招聘页面的信息显示 浙江喜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的办公地址 在杭州西湖区文二路383号 记者找了过去 电梯口有一个人让记者去21楼 里面正在装修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是喜来登度假村的开发项目部 和喜来登酒店没有关系 他拨通了公司律师的电话 律师在电话里表示 这件事还是通过诉讼途径处理 不方便接受采访 11月7号 该案将在杭州互联网法院 开庭审理 1818黄金也就这报道